一笔财竟在运通 大家好 欢迎收看 这样一节投资 台股今天中错了319点 而且是收最低 势必是非常恐慌 今天台股的融资额 一定会大幅的减少 就跟这一天一样 这一根长黑 台股盘中跌了633点 融资断了55亿 我说视为起涨 有没有涨 那今天台股又回档修正 几乎要回到这个起涨点的附近 你认为多方胜还是空方胜 大盘跌 你认为是多方胜出还是空方胜出 我们先来看一下 今天上市贵涨停板的加速 加起来几家 10加16是26加 跌停板的加速呢 不过6加是10有10加 如果今天是一个空头 屠杀 非常激烈的空头架构 至少跌停板的加速 应该是很多加吧 因为肋骨会中错啊 全面的一个性的下跌啊 但是你所看到的是 今天跌停板的加速 加起来不过10加 比涨停板的加速26加 还要少很多 所以这个盘 当然是多方胜出的一个盘面 你最近有在放空的 你真的有法赚钱 你最近放空的 比如说放空风电股票的 世纪钢啊 你放空在这边的 没有赚钱 没有赚到钱了 上尾投控 横向整理 放空有赚到钱吗 也没有啊 连马哥也是一样 横向整理啊 你放空有赚到钱吗 也没有啊 你看这些空单多很多啊 另外这一档连加也是一样 今天大涨创新高啊 大盘跌的 他创新高啊 你放空这种强势股的 你也是没法赚到钱啊 是不是 空头不对 多头不会停止嘛 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逻辑道理啊 齐邦也是一样啊 农均空单增加 你放空这种股票 你是被嘎的啊 所以这个盘 你认为 盘式的架构 是不是由多方所掌控的局面 你再看一下我们之前 布局的这档骑红力有在啊 赚了72%的骑红啊 你看 昨天除全息 盘中差一点 亮灯啊 创下破断新高啊 今天吉隆有跌吗 也没有跌啊 所以今天自己去想一想 盘从高点上礼拜三 我告诉你要减码这个位置 到今天为止已经跌掉了757点了 已经跌掉757点了 如果做空是没办法赚到钱的 接下来做多的行情 你一定更有看头 你应该知道我的意思啊 所以这个盘 今天跌了319点 当然比我预期的 多跌了一些些 但是 但是 超跌才有超合的利润 超跌才有超合的利润 安全带绑好 不要怕跌 跟我一起迎接超合利润 知道我的意思吗 这一根长黑沙下来 你回顾一下嘛 你是不是很怕 当天农值减少了55亿耶 你卖掉了就开始涨了 所以今天一个下沙 已经逼近这个四围起涨点的位置 安全带绑好 安全带绑好 所以如果在上礼拜三 这个高点 你有四度的减码的 跌下来满满的机会 跌下来 就是一个超额利润 减便宜货的时机啊 就看你高点会不会卖股票 股票的操作 一买一卖决定你的输赢 买股票大家都会啊 大家也是说要买 然后赚涨停盘 但是最终那个决定输赢的卖点 你会不会拿捏而已啊 上礼拜三台股大涨131点 来到13021 你一千不够点13031只差10点了 这一天呢 我们有告诉你要签嘛 9月16号上礼拜三嘛 我卖了什么股票 松翰卖 雍智科卖 官阳科卖 红杰科卖 红杰科赚了22%之后卖掉 那这礼拜我会不会接回 就是因为高点有卖 低档 你才有资格说可以做接回嘛 高点没有卖 下来等解套嘛 白忙一场啊 所以整个红杰科 营收四年半以来新高啊 打下来变便宜了 买回账数更多啊 96礼拜二就接回了 时间交易跟你对过 当中在95.7啊 保证定成交 买完之后拉高98.4 昨天大涨4.18来到102 今天红杰科 大完跌319点啊 来到97.1 不管 我有没有带会卖还是赚 因为我接回的位置是96 今天收盘是97.1啊 嗯 你认为这个盘 下来是买点还是卖点 嗯 跌了757点啊 那不是你一个机会吗 很多观众 每次说股票 比如说这档688连加 涨好漂亮哦 所以那跌下来要买 对不对 跟大盘一样啊 涨上去都不敢买 然后说跌下来要买 那现在盘真的跌下来了啊 盘跌了757点哦 跌下来了哦 毕竟这个位置的低档哦 你反而不敢出手 这就是人性的一个弱点 落的时候都平靡刷 都刷在蛋 但是赢家的思维模式 赢家的一个超盘心法 永远跟输家站在对立面 所以我告诉你要反市场操作 所以盘面的一个架构 刚刚已经跟你讲过了 多方胜出的盘势 今天没有类股重挫啊 今天如果全面的重挫 跌停盘的加速 怎么可能只有10家而已 自己去想一想 这一档Tesla干领股票连加 我在上礼拜三就告诉过你了 我趁它上涨之后的回档 收令形态突破 我才开始买 买在31.7 这时间加尾跟你对过了 保证定成交 买完之后亮灯 亮灯完之后继续大涨6% 上礼拜是大盘跌104点 我怎么跟你分析他到后市的 出现了将近5万张的新天亮 亮先价行跟领 我说涨了16%的连加 它会过前高36.05 它会过的 礼拜一再度跟你阐述同样的概念 礼拜一台股跌80点嘛 它涨了3.8% 我一样告诉你 它会过前高36.05 礼拜一最高35.5 那礼拜三昨天呢 一开板 没多久就亮灯 强吧 36.65 我漂亮吗 什么是讲在前面 让你印证在后面 一档股票 为了一个架构 你也有没有办法掌握清楚 我先跟你说 你知道会过高 那这是卖点吗 现在都是加码点 这是很简单逻辑道理嘛 就在股价还没过高之前 你没办法判定 到底它是一个买点 还是一个卖点而已啊 知道会过高 任何的回档 当然都是要站在买方嘛 所以上礼拜是跟你分析 它会过高 昨天礼拜三有没有过高 而且还亮灯 这样上去20% TESLA 概领股票连加 我在上礼拜三 就跟你阐述这个样的概念 是不是 当时候年初 涨到9月份的一个TESLA 涨了300多% 然后9月初跌个21% 很多人就说 TESLA这张股价 它是走空的 你不觉得很好笑吗 涨了300% 跌了21% 说走空 我不晓得这样的一个逻辑概念 是怎么样产生出来的 所以呢 没有走空的一档个股 你要趁它回档 下来买吧 长线保护短线啊 长多保护短空啊 所以整一个连加的一个走势 昨天漂不漂亮 过高而且亮灯 昨天23号礼拜三 有没有连加的一个利多消息 千老师基本面的分析 做得相当严谨 我说它是TESLA干领股票 它是不是TESLA干领股票 昨天礼拜三 连加手握TESLA的一个带单 你看到什么 Model 3 Model Y 车尾登组 50万的一个订单路带 我难道是随便讲讲的吗 价型投资节目内容所接下的股票 党党都是名门正派的机油股 不是机油股 我不会带会买啊 所以你不管什么时间参加我会员行业 我不会带你去买投机股 因为投机股会坠机 我也不会带你去碰地雷股 地雷股会害你粉身碎股 这是我不容许我发生的事情啊 所以我跟我的研究团队 在选股这方面 你相信我 我一定看了很多研究的资料报告 我才决定这档股票是可以买的 所以呢连加 你们看到昨天有利多了 是不是这么庞大利多 来自于庆老师的一个选股的用心 我们不是昨天掌停板的 报纸上有利多了 才来邀请呐喊说 这档连加可以买 那不是太多了吗 如果看20块钱的报纸 可以让你赚到钱 那投顾老师的钱目你都不用看了 所以整个连加的一个架构 今天台股跌319点了 它继续的上涨6.4% 想不想 大盘是跌啊 它继续的一个上涨 创新高 整个盘式的结构 跌掉了757点 连加这档股票 我让你赚了快三成 接下来超额利润行情 你要跟谁来操作 南盘见高手啊 跌了750点的一个架构 我让会创造了一档股票 将近三成 持续性的创新高 未来超额利润 跟钱老师一起来并肩作战 我最喜欢在盘下跌的过程 邀请你跟我合作 涨上去 每个老师都说他很厉害 对 但跌下来 跌下来 撇清了撇清 对不对 墙头槽的墙头槽 只有庆老师 这个方向 做多的方向没有改变 大跌是你一个机会 不要想说盘跌了319点 然后我跟你分析这档股票 我们让会创造了将近三成利润 你当然会没有感觉啊 因为你没有在 他还没涨的时候 就跟我卡位啊 但是我还是要提醒你 钱老师的选股 我的技术领域的一个买卖点 值得你来借重跟依靠 趁着盘回党 该换的股票换 你有多少精英 我来帮你配置 我来帮你调整投资组合 你未来一定看得到 超额利润的行情啊 精挑细选的个股啊 大半跌啊 跌757点啊 它涨了28%啊 齐邦也是一样啊 你要不要沿路往上走高 什么时候带你买的 上礼拜三这档齐邦 超过2万张的天亮攻击吗 可不可以卖 这是一个底啊 这是一个底啊 底部完整出现天亮攻击了 不买吗 不买就来不及了啦 你看上礼拜四 大盘跌104点 齐邦持续性的走高 礼拜大盘又跌80点啊 齐邦呢 创新高 1万多张 礼拜的一个齐邦 大盘跌149点啊 它继续的创新高 而且是红的 对不对 礼拜三台股 走进是不是跌61点 它持续创新高来到65块钱了 每天都往上走高 你买我的股票安班兴 你买我的股票量大好进好出又好赚 对 你看他昨天创新高 1万8000多张 今天齐邦 1万3000多张 你要买499张 一定买得到 很好买 到时候我带你出 也很好出嘛 今天台股跌319点啊 齐邦想不想 它竟然没有跌啊 有没有跌破你的眼镜 看我的节目 不应该每天再擦眼镜啊 擦眼镜不是因为你下课 应该是你觉得 靳老师的选股 真的跟别人家不一样 对 大盘 叮叮叮叮 看不到生机啊 看不到生机是你选错股票啊 你如果有这种股票 你会不会觉得赚完28%还有28% 跌了700多点了 我已经赚了28% 而我将来大盘回去 757点 那不是double再double吗 是不是 齐邦也是一样啊 有跌吗 有跌吗 对照一下大盘跟千老师 选股的一个方向 你就应该接下来行情 你要跟谁布局啊 左翼你也看到齐邦 接单望到年底 我介绍股票 常常会有利多 在利多消息还没有见报以前 你第一个时间来跟我考虑 你会享有高额的利润 今天有人来问说 国具怎么办 跌到331才要问我怎么办吗 这档高价股 我来9月18号 9点40分 357就卖了 当初在357点5啊 9月18号 卖啊 卖就对了 你357没有跟我卖的 今天 不是这个档红准 红准等一下跟你讲 间谍到331啊 你才要杀低吗 你才要杀低吗 在问题还没有发生以前 谁有能力帮你解决问题 你们的老师吗 你的音乐员吗 还是谁 如果你现在已经搞不着头绪了 你已经乱了方寸了 希望静隆老师 这边的种种的一个操作 所为可以帮助到你未来资产的规划 这档红准 红海集团的 送给你的 送给你们的 EPS5块钱 打到50块钱啦 本利比大概只有10倍 这档股票 我注意了它很久 这档股票 其实是我们清贷会员 因为他们的一个资金规模比较大 像这种长线投资价值浮现的标的 只要可以买了 但是要报一段时间的 我就会告诉他们挪一些资金 比如说你要挪个一两千万 来长线布局 你如果要做短线的 这档股票不适合你 你如果只看它两三个礼拜的 这档股票也不适合你 因为它要报半年以上 它不会每天涨啊 它一定涨涨跌跌啊 报半年以上 它的报酬率会有几成 会到70吗 90吗 电视上不能讲 来看一下它月线 红准曾经涨到440 今天跌到50啊 这叫长线的低点 长线的低点啊 股价离高点 大概只有九分之一 所以啦 如果你真的有资金的 你不怕短线的 你可以报半年以上了 今天的红准 是你可以选择的一档投资标的 休息一下再回到节目的现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简单易懂又实用 是让自己成为操满手的最佳力气 艺术在手 受用无穷 蔡老师入会专线 0800 868 365 0800 868 365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大圣啊 千万五趟落跑啊 违规决缘缘缘选逃逸 不仅危险 还要多吃一张最重三万元的罚单 并且调扣驾照六个月内 瞎回 亏这么大 万一撞伤或撞死执法人员 更会被罪重处罚十五万 并吊销驾照哦 我看还是乖乖配合好了 违规决缘缘逸 重罚加扣照 致死伤 吊销驾照 违触部研究署关心您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 这一档新冠疫苗的概念股票瑞基 当时候怎么买的 六七月份告诉你生计股 看空要买 避开262块钱的风险之后 逐出一个栓底 这是一个安全形态 当然要进场做卡位啊 我买在208 买完之后亮灯 亮灯完之后 回档修正 来到206 看好 看好耶 有因为它跌破我的一个买进的价位 208我就看坏吗 掌停板没有卖 有点可惜啊 但是跌下来看好 依然再度的承接嘛 就是因为看好 你才有资格赚掌停板嘛 然后呢 礼拜二十四先卖一趟 这时间价位跟你对过了 保证成交啊 当中在225嘛 卖出去的一个瑞基之后 昨天我已经跟你讲过了 差了24块钱 200做机会 低档了嘛 对 白云说依然道度成长超过一倍嘛 接啊 趁回档买啊 我的凡市场操作 高点不追 买 低点 你们不想买 低接 就是这样做股票 200机会啊 那今天瑞基受到大盘影响啊 新进会员9.07分 195附近还是买 当中价格就在195 你去对价 195还是低接啊 这假的啦 这是我的看法啊 所以今天再录一个低接嘛 收盘是196啊 所以整一个疫苗需求 有没有继续的存在的必要性 它不是本梦比的盖音乐股票哦 你看一下 新冠肺炎呢 到这礼拜 全球已经突破3000万例啊 感染的人数 那到今天为止呢 最新的人数是已经高达3100万的人士了 所以疫苗的需求我认为是存在的 毕竟疫情还没有合完下来嘛 所以瑞基啊 低档还是高档 你用的低档还是高档 这不是一个底部吗 所以我今天告诉新委员 一样买啊 就买啊 那这档国光升 一样是新冠疫苗的干领股票 当时我连续三天的黑鸡棒 跌到70块钱买 清楚吧 没有模拟两可 涨到73.9之后的回档 礼拜二啊 我看好啊 我看好啊 今天台股跌了319点啊 国光升有跌吗 盘中曾经一度翻红来到73.3了 收盘还是涨的 它没有跌 没有跌 代表你的股票没有因为盘是回档修正而受伤吧 那如果大盘跌了750点 你的股票没有受伤 接下来盘如果往上定高 你的胜算一定更大 你一定可以赚更多 所以今天台股杀下来 超额利润买点 跟这一天 有异曲同工之妙啊 今天或许不是最低点 但是为期不远矣啊 今天融资一定大减 我希望如果你今天不小心 股票有卖掉的 明天 下一拜 当盘是一稳 有些个股准备发动了 你要再度的做承接 做买回的动作 今天卖掉就卖掉了 这要过去式 未来行情要怎么掌握 跟上来 跟上来 好不好 这档利基 营收到度成长超过一倍 我243卖 我说跌下来可以买 9月17号我跟你预告 我会接回 千老师说到一定做到 我说到一定做到 你放心好了 说会接回 就会接 礼拜二 235接嘛 时间教会跟你对过啦 234连5嘛 接 礼拜三涨到244 今天台股跌了319点 立即235啊 我有让会员受伤吗 再看一遍 我是243先卖一趟赚钱哦 高档卖嘛 然后什么价位接位 235接啊 8块钱的价差也是价差啊 那今天台股跌了319点嘛 他收盘235啊 跟我接位的位置一模一样啊 我有因为台股跌了757点 让会受伤惨重吗 并没有 所以这个行情对我而言 越来越简单 要懂得第一档来跟我布局 成本比较低 风险 千老师帮你控制 盘市已经回了那么深了 风险已经降低了 再经由我的专业帮你控制 那个风险可以激进于零 可以激进于零啊 这一档八月云说 年成长超过四成的机油股 今天来到这条线叫季线 跌跌跌跌啊 我趁他今天跌到季线支撑 才告诉会员可以买 你有没有看清楚 之前不追 不追 等等等到今天来到季线的支撑 我才告诉会员买 像这种成长性非常爆发的机油股 他未来股价一定具有爆发的空间 下礼拜中秋节 公司有推出一个中秋节感恩回馈的三大礼 一个是二分之一 另外一个中秋礼金啊 另外一个是神秘大礼 你自己还要把握一起啊 趁着季老师还没有涨价以前 利用这个中秋节的一个专案 来跟季老师一起迎接超额的利润 相信未来行情 你一定赚得非常地舒服跟快乐 欢迎你的加入 明天同一期再会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顺盛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创意理财尽在运通 成了目固中秋感恩回馈专案 三大好礼大放送 今天入会一六五折大入会 再送美金一万六千八 再送会期 送送送中秋一次给您送足 仅是一档机会不再 创意见零二二七五二五八六八 二七五二五八六八 程度顾蔡老师擅长基本面研究 资历完整 公有二十年丰富的股市经验 历经多次万点与空投 积极拜访公司 透视基本面 带领会员领先补局 透析大盘结构 掌握台股走势 产业深度研究 前景动植先机 严格风险控管 带进保证代出 集中火力 快速累积击小 灵活攻守 正能追求财富路上的良师益友 蔡老师入会单线 零八零零八六八三六五 零八零零八六八三六五 你想成为股市名师吗 成果库扩大真材 即将培育分析师 为头库注入心血 本公司为正牌经营头库 拥有自家财经电视台 让身为新人的你 有发光舞台 下一个股市名师就是你 真材真线 零二二七八一二三三一 二七八一二三三一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